B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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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来讲 玉皇大帝 天宫是广东、福建、四川台湾等地的传统民间信仰农历大年初九 是福建人拜天宫大过年的日子 这一天凌晨的拜天宫仪式比大早除夕迎新春 街财神更热闹 更隆重祭拜仪式过后 大家吃一顿丰富的年餐仪式团圆 吉祥 是这种传统民族远远流长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辟邪除灾影响那幅的美好愿望 潮汕地区拜天宫有众人拜天宫和自家拜天宫两部分日期一般都在年底众人拜天宫 由各村老大德高哲组合团体求神确认日 满南与台湾民间的神明许多是属于想象神 人类为要探究宇宙万物的奥秘 便由其妙的思想形成了神话神话 便是由于时代的事物而产生之幻想故事 所以满南与台湾民间的神明许多来自神话 宗中一切的神明都是在他的统侠下 没有天地以前就先有了他 天地万物由他而创造他本身永驻天上但伟派诸神到世间来观察人间的善乐 因此他可以说是统一神神和至尊 一般人信奉他为至 福建仁拜天宫除了感恩外 也祈求天宫在新的一年 祝福给全家人 当何家大小平安 不不高盛 大年初九凌晨成千上万的烧猪和鸡 鸭江是祭拜天宫的主要祭品 以祈求新春大祭大利 天宫蛋的祭拜仪式是从大年初八深夜开始 一直持续到初九凌晨 猪是孝敬天宫的重点祭品之一 一些经济不错的家庭是指定过大烧猪公拜 而普通的家庭也以小金猪或烧肉祭拜 以祈求天宫带来好运 所以拜天宫这一天 烧猪的销量非常可观 当天祭拜天宫的大小烧猪超过数万只之多 而早在大年初八烧猪店推出的大小烧猪非常享受 销量也可观 大家都赶早买烧猪及其他祭拜用品 每夜晚的祭拜天宫做好准备 去屋美两道燕泉烧腊中心老板酌教发说 今天大年初八 包括他已接到一千只烧猪的订单 估计可卖出超过一千五百只大小烧猪 销量不比去年差 往往在大年初八 就像除夕一样 一清早八沙就弄轰轰一片 不少人纷纷用到八沙购买鸡 鸭 大鱼 大肉和水果 扛着一颗颗的甘蔗回家 忙碌烹煮一番后 深夜时辰一道就摆好丰富祭品 安好天宫做 盐起香烛祭拜天宫 祭拜天宫的祭品 包括鸡鸭 鱼虾 甘蔗 水果 香烛 大金 小金 香烛 龙香等等 拜天宫时 必须成亲膜拜 一点不能马目 早年还要燃烧爆竹 彻夜响得不停 一直拜到大年初九 凌晨十分 才圆满结束 这时全家人一起享用丰富年餐 才上床睡觉 据卓照发说 从病单来看 今年的小金珠最抢手 大金珠销量也不错 他估计年初八从早到晚 会有更多人到店里买大小烧猪 门市估计可卖出数百只大小烧猪 卓照发说 农历新年的两个烧猪大旺日 是大年除夕与大年初八 除夕是祭拜神明 祖先的日子 大年初九拜天宫 都少不了烧猪 到了大年十五的元宵节 一烧猪的销量也很可观 拜天宫源自明朝 传说明朝时一年的农历新年 倭寇在福建沿海一带 杀人放火 抢夺财物 湘民扶老邪又逃命 湘民在黑夜中逃到一处偏僻消灭时 眼见倭寇寇就要追上 大家感到万分惊恐 突然前面出现一大片这灵 湘民便逃入这灵左地 逼迫倭寇寇逃过水门关 天正是大年初九 逃出生天的湘民都认为 这是天宫救命 于是每年的大年初九凌晨 便祭拜天宫 以谢救命之恩 而拜干者也具有 我不忘这灵藏身救命之恩 另一传说是 古只有一名孟将军 他到某个地方 只要喝了当地的水 就会讲当地的话 他就以这能本事变变汉人 可是他到了福建 手下竟然拿了万省的水给他喝 结果他一直不懂讲福建话 他便以为福建人不是汉人 就下令大开杀戒 福建人枉死无数 到了大年初九那天 从万省运来的水喝光了 孟将军才喝到福建的水 会讲起福建话 这时他才知道杀错人 马上下令封刀 而福建人认为这是天宫所赐 让他们逃过大劫 便在初九凌晨拜天宫谢恩 礼拜一事 农历正月初九 闽南与台湾俗称天宫生 家家户户与此日都要望空叩拜 举行最隆重的禁忆 此日待人处事皆奖求和气 不可冒犯天神 许多道教官都有庆祝 以对天宫的感恩 尤其是福建人更重视天宫但这个日子 为了经验其先人未必追杀 在仙春期间裹进甘的园里避难 而脱离险境 有的还请法师来做法师以祈求天官赐福 天宫的祭典 自初九的凌晨开始 一直到天亮为止 在训练前夕 全家人必须拆见目的 与方人尽畏着心情举止之外 家家户户都在你身前面 放置八心桌 拉起祭坛 多长个神灯 胡果 干 鱼 苹果 香椒 干炸 又摘 金针 木耳 香火 开心 弯道 道夫等 并念金塔 另个金塔三怀 还有田果 社会 到了时阵 全家整宿一官 暗自被暗自上香 行三不久 臭礼拜 然后烧天攻击 农历正月初九 为玉皇上帝诞辰 那么难道正月初一 至初八就没有天地吗 传说各住家的草神 监视其家人的上额 于农历二十四日夜晚 上天向玉皇报告 而玉皇上帝 于二十五日 随着初神寻世出天 并决定人民来年的福祸 因此 一般人就摘切木玉 定焚香崇拜他 命难以台湾地区 不少民众 尤其是乡村十分崇拜玉皇大帝 对玉皇大帝的普遍禁奉 反映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神往 和对现实的不满 以及对神权的敬畏 和对不死的追求 敬天为命 主人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也是万物生长化育的本源 所以不可不敬天为命 顺天航道 于是天命令天子来源坚持政治民 天子必须顺应天意 这样才能方条与顺 国泰民安 否则天子雷反了天道 天就会将其各种灾害惩罚 天子既然是放天之命治理人士 所以天子不得不重拜天 定期的几天 就不但是天子必须的职责 也是国家的大典 冯领天 一人三纪静女男女台湾民间传说 帝皇上帝不但受命于天司 父下人间 而且也统下阿如 道和其他出前仙 以及自然神和人和神 即使我们所谓的天神 一旗 神鬼都归起反侠 天神就是属于天上所有自然界的神话者 包含日 月 星辰 天国 诗 私密 难关大帝 无险大帝等 而玉皇大帝也属天神之一 帝旗就是属于地面上所有自然物的神话者 包含土地神 设计神 山月 河海 五四神 以及百物之神 人鬼就是历史上的人物死后神话的 包含先生 先公 先祖 先师 功臣 以及其他立文人物 一且 玉皇上帝同领天地 人三界神灵之外 对于天地 宇宙万物的新川龙地 其胸祸福都被管 因此便有像人间那种政治组织 所以特俗又认为 玉皇上帝之下 在中央俗正方面 有管理学务的文昌帝君 在中央行政方面 有管理学务的文昌帝君 有管理商务的官圣帝君 有管理公务的巧证天师 有管理荣物的神藤仙帝 在地方行政方面 有成桑檐 金主公 玉地公 地基督 生日大祭 青山王 在行政方面 有恶毒大帝和十月眼望 总之 玉皇上帝为神中之神 所以人人都以玉皇上帝为神中的至尊 玉皇大帝是道教中最高级的神明 是中国最大的神情 是宗神之王 传说三界淡乱 太白金星 李老军 由来佛一伤 要选一个德彩兼内阁能人 来做天神的皇帝 拿下消息 传出 许多天神总要之后 人间有位张伟仁 今天做好事 在冷藏土也能忍耐 所以人家帮他取的绰号叫张白忍 太白金星变最不得乞丐 来到张家门前 张白忍心心照料 太白金星因他德彩兼备 推荐他为御帝 正月初九 张白忍生日全家鸡犬升天 玉皇刚到天庭 不知如何治理 太白金星说 最有治理之才 可要算西天的如来佛 只有找他取经 方成大事 张白忍对佛祖说 佛祖 我本凡间一位凡夫俗子 才说学前 我想你在西天治理多年 必有大志 小民故此登门取经 万望赐教 如来佛说 天地何必客气 你在凡间实属得财千倍 精明能干之人 故此请你上天治理三界之乱 大同小比 一样道理 小者治家 大者治国 为人必须自证 然后才能证人 正心修身 不可忘却 心正而后深修 深修而后佳祺 佳祺而后国志 国志而后天下品 一百眼听到如来说 四字出具既在心 在西游记中 玉皇上帝管辖着一切天神 既旗 人鬼 他住在天上宫阙里 半宫衙门是金皮辉煌的云霄宝殿 手下的五神有托塔天王 德是太子 居民神 四大天王 二十八处 九要星 五方基地等 容神有李老君 太白金星 文曲星 秋真人 曲真人等 他还管辖着四海龙王 雷部诸神 十殿炎金等 玉皇大帝的宋相或画像 一般是身穿九张法服 都带十二堂周冠写游 有个手指玉克 旺是兄同命名 严重是秦汉帝王的打扮 道士们只能用时间最高贵的形象 去塑造诸神之王 人间帝王也很乐于看到 先活主宝的身上 有自己的印竹 有一些名的混声惠影 不怪女南与台湾地区 以往的一些善良性女 都认为玉皇大帝 是操纵人间祸福吉凶的主宰 更确信他也掌握 人间万物生长 保育和赏罚的大权 是一位极具威严的神 所以玉皇上帝的圣诞祀 更够问于一般诸神的祭典了 因为玉皇大帝 是由人们所想叫而来的神 是其为自然祖先 封其玉皇 因地玉皇大帝 是如此的崇高伟大 所以民间无法被他塑造神像 而以天宫炉象征 如果信徒要祭拜玉皇大帝 就每天对天宫炉焚香膜拜 也有一说 玉皇大帝是三观大帝中的天官 故而供奉三界流上香之意 有些乡下民家 仅在庭院门前树立一根插香竹竿 表示玉皇大帝的无影无形 每天早晚上香祭拜 剑剑 作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在天宫山这一天 还有许多禁忌 早晨起来洗脸后 洗脸水不可抱住窝沟地上 恐污了天宫的脸 一旦倒了不尽气的天宫 恐遭天则要将洗脸水 当于尿醉尿缸缸 厕所不露天分 当天为天长所做扫地 那为小的垃圾 也要停放起来 第二天才到外面 小孩不可再露天长所小变 否则世界天宫故宫 天宫必得不与内长短裤 不疲力不准用于外面 要在室内 否则犹如天中英雄相冲 一遭天则大小变逢 当天不可盗取藏起疑 除以天宫 传统的庆天思想是非常突出的 认为天能宇宙的主宰者 对望又具有强大的统治力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 皇帝被称为天子 天子也必须顺命天义 如果违反了 可丧至天力 就会有一位真命天子来取代他 无形的天 同时也被具体化了 称为玉皇大帝 俗称天宫 每年的正月初九为天宫生日 天宫商是闽台民间 一个极为隆重的节日 年初期就开始制米龟 圆 签 蒸发果 甜果 咸果 初八晚上 目色出合 并当天摆上八仙桌 没有庭院的 则摆在窗口边 随后摆上12碗干鲜水果 12碗素菜 以及蒸好的红硅果 面干等 也有些人加工荤菜 那就要双份的五升 十分隆重 姓天宫的大红竹是新的 香炉是专用的 刷的纸钱也是特制的天宫金 天宫金叫一般纸钱大 正方形 刷金箔 而且必须折成金眼宝的样子 当所有的供品都摆好后 一家人便开始点香拜妖宫 连抱在怀中的婴儿也不能免 往往有母亲抱着 把点着的香塞在孩子手中 像真心的拜几拜 当母亲的口中还要念念有词 祈祷孩子平安长大 一家人中若有一人赖出 也得由弟妹或片尔替他踏上香 到了深夜十一时 此时一道 亦是初九天宫生日 开始烧天宫金 燃放编炮 正义初九天宫生 中国的传统义礼 对数目字的认识 是以一道九为实数 以义为阳术之识 以九为原始之 在道教 玉皇天尊被认为是天界的大罗天界的主宰 尊贵非凡 因此 以象征使河中的日子作为奇神诞 同时 卦象中一盒酒 象征了人间必须的水和火 闽南风俗 对天宫生的注重 以至庆祝新年元旦有过之而无不及 闽南人流传的一则传说 把天宫生看得比新年重要 并且对传说内容做了解释 传说中 在唐朝 皇朝的军队曾在新年间从北方到南方 也有人说是宋朝阳宗宝 又有人说是唐代开张圣王陈元光 总之 是传说 北方军队在遇到服饰与语言不同的福建居民时 由于听到这些居民自称是狼 闽南阴人的毒阴 而大开杀戒 面对北方强兵的福建居民 只好纷纷逃到干着园内躲避 一直到北兵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停止了杀戮 南方的福建人才走出镇园 据说 侥幸寅存的福建人便把走出镇园的日子 一争变出九日 用来捕获新年 形成了后来的风俗 天宫弹 虽然是一个宗教节日 但是 和天宫弹有关的传说 却反映了积极的反战思想 强调不同语言文化沟通的重要 警惕我们战争的可怕与平民的无辜 它也说明 独与足 以及人与人互相接受才能指杀 为了和平 咱们主动深入了对方和沟通是很重要 好啦 此影片到此结束 发行 发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茵茗 字幕志愿者 杨茗